时区,指的是世界各国根据领土精度的不同所划分出的时间定义,是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们界定彼此时间的标准。 18世纪以前,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透过观察太阳的位置来决定各自的时间。 虽然不同地区所追随的时间各有不同,但鉴于高速交通及全球通讯尚未盛行,人类无法以极快的方式到达另一个精度。 信息交换速度也过于缓慢,以至于地处不同时区所带来的影响足以忽略不计。 到了19世纪中期,虽然人类交通和电信技术日渐发达,不同地区的时间却迟迟无法统一,为跨区事物带来了诸多不便,其中又以火车时间表首当其冲。 由于当时的蒸汽火车已有能力在一天之内横跨不同时区,时间的不协调为火车时间表的制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第一辆火车的发源地,英国境内的铁路公司于1840年开始以位于伦敦郊区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作为子午线,在岛上建立起标准时间基础,也就是现如今的格林威治时间,以便能更好地规划火车时间表,时区的观念也由此诞生。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铁路、电信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时区的概念,但却依然以各自认定的子午线为基准。 为了界定及统一全球时区,世界各国于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国际精度会议,以每15度一个时区做划分,将全球区域分为24个时区,每两个时区相差一小时。 人们每跨过一个时区,就将自己的时钟矫正一小时,并以格林威治时间作为零时区,向西走就减一小时,向东走就加一小时,东西个12区,覆盖了地球上的所有区域。 此外,为了避免日期的混乱,国际精度会议同时规定180度晶线为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条线位于太平洋的正中央,是地球上人烟最稀少的区域,在被制定为换日线后,顿时成为了时差最大的区域。 由于地球由西向东自转,换日线以西及以东也就分别成为了全世界最早及最晚开始新一天的时区。 然而,由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领土跨度各有不同,不同国家也有权选择不同的时区作为标准时间,在地理、政治及经济等不同方面的影响下,并非所有国家都选择跟随所在精度的时区,导致了世界上真实的时区刻画错综复杂,不少地区经历着一系列由时差所带来的有趣现象。 今天的四处观察,就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几个经历着奇特时差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时间混乱背后的烧脑知识吧。 基里巴斯是一个位于太平洋中心的群岛国家,全国由多达32个环礁及一个珊瑚岛所组成,散布于赤道上3800平方公里的海域,岛屿的东西部跨越了数千公里,全国生活着约12万的人口。 基里巴斯的特别之处在于,这座岛国是世界上唯一横跨了四个半球的国家,境内岛屿可大致区分成吉尔伯特、菲尼克斯和莱恩群岛三大群岛,其中吉尔伯特群岛位于换日线以西,菲尼克斯与莱恩群岛则位于换日线以东。 若依照理论时区划分,两地时差将相差整整一天,若采用周休二日制,基里巴斯两地一周内只有四天同为工作日,为国家相互处理行政事务带来诸多不便。 为了解决行政上的不便,1995年,基里巴斯将位于菲尼克斯与莱恩群岛的法定时区延后一天,更改为东13与东14区,使境内三大群岛在时区划分上都属于换日线以西,属于同一天, 使国际换日线在基里巴斯海域做出了巨大的延伸,莱恩群岛也成为了全球第一个使用东14时区的地区。 然而,时区的更改在解决了基里巴斯行政问题的同时,却也为这片区域带来了一些略微烧脑的时差现象。 譬如,当一个人在星期一从夏威夷往南触发,在抵达基里巴斯时将变为星期二,若再继续往南走,再离开基里巴斯海域时,日期将重新变为星期一。 又或是在每天的某些特定时段,地球上将同时存在三个不同的日期,例如当英国处于星期三早上10点30分时, 比英国早了11个小时的美属萨摩亚为星期二晚上11点30分, 比英国持14个小时的莱恩群岛则已经是星期四凌晨的12点30分了。 此外,独特的时区也使基里巴斯成为了全球一天当中最早开始的国家, 国土最东端的加罗林岛更是首个见证21世纪日出的地区,还因此更名为迁徙岛。 横跨了北美大陆两岸的美国,本土48个州可划分为四个时区, 位于本土之外的阿拉斯加及夏威夷州则各有一个时区。 虽然美国的时区划分看上去非常直观, 但夏令时的应用却使美国一些个别地区的时区出现了既奇特又有趣的现象。 所谓夏令时,指的是一种为了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的地方时间制度。 每当夏季来临时,由于太阳将会提早升起, 为了充分利用光照,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将人为地把时间调快一个小时, 除了节约照明用电外,也能让人们的作息更加接近早睡早起, 提高整体的工作及行政效率,等到了冬季时再拨回标准时间, 目前全世界接近70个国家每年都要实行夏令时,具体的规定也各有不同。 而作为全球领土面积第三大国, 美国绝大多数州属都有着实施夏令时的习惯, 夏威夷及亚利桑那两州则由于高温且日照长而不实行夏令时, 鉴于夏威夷州是一座不与其他州属连接的外海群岛, 不实行夏令时影响不大, 但亚利桑那州就位于美国本土内, 除了南部毗邻墨西哥外, 其他三面都被实施夏令时的州属所包围, 且亚利桑那州同时还是美国时区更换的边界州属, 使亚利桑那与周边州属的时差因夏令时的存在而起伏不定。 在夏令时实施期间, 亚利桑那与西边邻州加州、 内华达州的时差从一小时变更为零时差, 与犹他、科罗拉多及新墨西哥州则从原本零时差变为一小时。 然而, 这还不是亚利桑那州复杂时区的核心原因, 真正使亚利桑那州时区变为复杂的因素, 莫过于州内东北部半自治的纳瓦霍国保留区, 这片区域实行夏令时制度, 而区内又有一块飞地属于霍皮人保留地, 这片区域不实行夏令时制度, 而飞地内又有着实行夏令时制度的小飞地, 导致了如果一个人在夏令时期间开车穿越上述地区, 需要在同一个州署内来回调整时间七次, 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时差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虽然所有位于换日线周围的国家都是太平洋群岛, 但稍前所介绍的基里巴斯却并不是唯一人为跨越换日线的国家。 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国家名为萨摩亚, 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 地理位置大致位于夏威夷与纽西兰的中央海域, 是太平洋波里尼西亚群岛的中心。 早在公元前一千年, 萨摩亚群岛便已有先民定居在此。 1892年, 为了促进与美国的贸易往来, 萨摩亚透过重复1892年7月4日, 将全境搬迁至换日线以东, 时区更改至西十一区, 与美国本土的最小时差仅有三小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西萨摩亚在一战后交由纽西兰统治, 并于1962年独立, 东萨摩亚则由美国管辖, 被称为美属萨摩亚, 至今为美国海外属地之一, 是美国在南半球的唯一属地, 也是美国广义上的领土最南端。 然而, 在独立后的数十年内, 由于在石区上位于西半球, 虽然萨摩亚与东半球国家澳洲及纽西兰的贸易关系日渐紧密, 地理位置也相距不远, 但与两国的时差却超过了二十小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萨摩亚政府宣布在2011年12月29日午夜过后, 全国时区重新搬迁回换日线以西, 从西十一区变更为东十三区, 而这看似简单的操作, 却使萨摩亚2011年12月30日直接消失, 全国日期从29日直接进入31日, 政府同时宣布雇主不得因30日消失停发当天薪水, 但银行不得收取当天利息。 此外, 在改换时区以前的12月29日, 萨摩亚是世界上最后看见落日的国家。 在时区变更后, 萨摩亚仿佛在日期消失了一天后重获新生, 在12月31日成为了全世界最早迎接朝阳的国家之一, 与纽西兰的时差仅有一小时, 但与国土东部的美属萨摩亚虽然距离仅有70公里, 却从此相隔了24小时, 在萨摩亚实施下令时期间则为25小时。 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领土占了世界陆地的八分之一, 东西最长距离高达9600公里, 全球共有24个时区, 俄罗斯境内就占了多达11个, 是世界上领土不间断跨越最多时区的国家。 浮原横跨东欧, 中亚及北亚的俄罗斯, 于前苏联时期曾多次更改时至, 1917至1922年首次采用下令时, 但不同年份期间所调快的时间却各有不同, 且仅仅过了4年便放弃了每年两度调表的做法。 1930年, 苏联宣布将全国时间统一调快一小时, 在随后的50年内全国进入永久下令时, 又被苏联当局称为法令时, 一直到1981年, 苏联才再次恢复东下时制转换。 到了21世纪, 由于人们抱怨难以适应双时制, 以及抗议一年两度调整时间对身心健康有害, 俄罗斯政府于2010年做出更改, 将全国时区从11个缩减至9个, 2011年取消东下时制转换, 并以全年都能充分享受阳光为由, 宣布全国以下令时作为永久固定时间。 而永久实行下令时, 意味着俄罗斯地图上的所有时区必须做出更改, 不再与标准地理时区相匹配, 国内不同疆域的时区往往比对应的地理时区迟了一小时, 再加上时区的缩减, 使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在地图上都出现了偏离标准时区的现象。 然而, 俄罗斯在实施永久下令时的不久后, 已遭到了大批国人的反对。 鉴于冬季的太阳更晚升起, 永久下令时却提早了人们起床工作的时间, 意味着当冬天到来时, 许多生活在高纬度的俄国民众必须摸黑上班, 引发了种种不遍及事故, 导致了永久下令时在持续的三年内争议不断。 最终, 俄罗斯政府对国内实质再度做出检讨, 并于2014年将全国时间后退一小时, 永久采用标准时间并且不再变化, 同时也将全国时区重新增加至11个。 而永久标准时间虽然让俄罗斯成为了欧洲极少数不实行下令时的国家, 但却也变相拉近了首都莫斯科与欧洲大陆的时差, 与英国的最大时差仅有三小时。 西班牙位于西南欧, 地理位置处于西京九度至东京三度之间, 是一个以高原地势为主的国家, 也是距离非洲大陆最接近的欧洲国家, 本土与非洲国家摩洛哥的最近距离仅有不到20公里。 坐落于英国正南方向的西班牙, 地理位置横跨西医区和灵石区两大时区, 理应与英国、葡萄牙或爱尔兰采用相同时间, 但西班牙打从上世纪以来却一直以东一区为标准时间, 与几乎所有中欧国家灵石差, 但全国领土均在东一区以西, 最西端的偏差甚至超过了两小时。 西班牙更换时区的历史得以回溯至1940年, 时任西班牙将军佛朗哥为了与纳粹德国同步, 将西班牙的时区调快了一个小时, 工作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 午餐时间则为下午2点到4点不等, 直到晚上8点左右才下班, 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则在晚上10点30分开播。 到了二战后,虽然纳粹德国瓦解, 弗朗哥将军却持续统治西班牙至1970年代, 且并没有将西班牙时区矫正的打算, 西班牙本土全境也以中欧时区为标准时间至今, 与相同精度的英国、葡萄牙及爱尔兰则有着一小时的时差, 而位于国土西南方向的自治区加纳利群岛, 地理位置处于西义区的正中心, 却因跟随全国调快一小时而使用零时区, 与西班牙本土有着一小时的时差, 但两者皆偏离了标准时区。 此外,西班牙的邻国法国及摩洛哥也同样为采用中欧时区, 但却不位于对应精度的国家。 法国由于部分地区二战被德国占领, 而将时区调整至中欧以统一铁路时刻表, 而摩洛哥在2018年以前采用零时区, 夏季时实施下令时, 但在夏季中的摘接月期间却不实施下令时, 使人民必须在夏季、摘月前后及冬季来回波动时间四次。 为了降低频繁切换时间所带来的不便, 以及减少能源消耗和削减与欧洲的贸易时差, 摩洛哥政府于2018年实施永久下令时, 变相地与中欧地区零时差, 但在摘月期间仍需把时区拨回国家位置所对应的零时区, 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在固定月份将时间拨慢的国家。 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三面积大国, 国土涵盖了东亚大陆的大部分疆域, 跨境超过60度, 是亚洲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疆域大国, 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全国生活着约14亿的人口, 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庞大的跨境度, 使中国不仅幅员辽阔, 同时也是世界上跨越最多时区的国家之一, 国土由东至西处于整整五个时区以内, 长度超过5200公里。 1912年, 中华民国气象局就将中国领土划分为五个时区, 并分别命名为昆仑时区、 新藏时区、 龙鼠时区、 中原时区以及长白时区。 到了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将中国大陆全境统一化为东八区, 命名为北京标准时间, 并将其作为全中国唯一的标准时间, 意在全国范围内营造民族团结感, 以及方便国内行政及贸易事务的处理。 而作为世界上东西跨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统一时区的应用虽然为贸易及行政带来一定的便利, 但也对生活在偏离东八区领域的人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及西藏, 在地理上处于东五及东六区, 与东八区的时差达到了两小时, 但却依然采用东八区为标准时间, 导致了新疆和西藏的太阳冬季时早上十点才升起, 夏季时晚上十点才落下,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作息规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 倾向于使用东六区以导正作息, 被称为新疆时间, 北京标准时间不被实际运用。 而生活在这一区域的汉族 则依然以北京时间为生活基准, 但将作息时间挪后两小时以跟随日出日落, 譬如11点上班、7点下班等等, 借此导正生活作息及生理时钟。 此外,东八区的统一运用, 也使中国与西部邻国有着较大的时差, 与印度、哈萨克及巴基斯坦的时差 介于2至3小时不等, 而在中国与阿富汗的国界, 只需跨一步就能将时钟拨回3个半小时, 是世界上时差最大的路上边界。 好了,这一集的四处观察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为大家追加一些关于时区的有趣知识。 位于太平洋中心的西十二区, 目前并没有任何长期居住地, 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固定人口的时区, 以至于西十一区才是世界上最晚结束一天的时区, 位于这时区内的岛国纽埃则成为了全世界最晚结束一天的国家。 而东巴区在中国的统一运用下, 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跨度最大的时区。 此外,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用整点时区作为标准时间, 共有五个国家以半点时区作为全国时间, 分别为伊朗的东3.5、阿富汗的东4.5、 印度籍斯里兰卡的东5.5、 以及缅甸的东6.5、 而加拿大的纽芬兰岛、 法国的马克萨斯群岛、 以及澳洲的部分省份也使用半点时区为主。 而世界上最迟采用世界协调时间的国家尼泊尔, 则是全球唯一以三克时区作为全国时间的国家, 所处时区为东5又四分之三区。 再来, 虽然世界上领土不间断跨越最多时区的国家为俄罗斯, 但若将海外领币纳入计算, 美国也是拥有11个时区的国家, 但世界上时区最多的国家却是法国。 由于法国海外属地数量多,分不广, 世界上足足12个时区内都能发现法国领土。 其次,由于地球属于椭圆形, 纬度越高, 时区实际距离也就越短, 越接近赤道, 时区跨度就越大, 意味着当一个人处于南极或北极点时, 就相当于所有时区都在脚下, 只需跨出一步就能自行进入不同时区哦。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所带给您的知识, 如果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赞, 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和打开接收通知。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到下一个影片四处观察吧。